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黃昏天氣報告 我是陳維俊 一度低壓槽今天影響廣東地區 今早本港也有些趨雨 從雷達圖像上高見得到 跟低壓槽相關的趨雨 影響廣東地區及南海不報 本港方面我們在維港看出去 看到天上也比較多雲 不過雲層之間偶然也會見到那規 去到下午 各區的最高氣溫都普遍上升至29至31度左右 而從大範圍的衛星雲圖我們可以見到 華南地區被一些雲帶所覆蓋著 而看遠一點 在菲律賓爾東的海域上高 有一個螺旋形的雲帶 它就是熱帶氣旋艾雲尼 我們預計艾雲尼會在未來兩三日 還過日本以南的西北太平洋海域 回到本港地區今晚到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會是大致多雲 間中會有趙雨 今晚和明早早雨勢會有時頗大 以及有狂風雷暴 氣溫就會介乎26至30度 風方面會吹和緩的西南風 初時風勢會間中清淨 明天稍後會轉吹和緩的東風 至於之後的天氣 我們一起看看電腦的預測圖 我們預計一股偏東氣流 會在之後的一兩日 影響著廣東沿岸地區 同一時間和低壓槽相關的雨帶 是會影響著南海北部 去到接近周末的時間 這些雨帶就會靠近廣東沿岸地區 到時我們的天氣就會變得不穩定 至於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之後一兩日 是會風勢比較大 以及仍然會有幾陣子雨 去到接近周末的時間 天氣就會變得不穩定 今晚和明天我們預測 早餘都比較多 大家明天上班上學之前 記得留意最新的天氣預測 今天天氣就和大家看到這裏 祝各位有愉快的晚上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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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